最后写完的结果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26页 这边也有 所以如果假设 尽量如果可以 你就用自己的逻辑或者变数名称 也不一定要跟我用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那个N1、N2、N3这种名称命名 你不太习惯你可以改成自己 你可以改成A、B、C也没关系 只是说我觉得像程式 我自己慢慢会有一定固定的写法 反正变数名称 真的不用再花太多时间去想 像我的希望就是N1、N2、N3 反正就是后面一个英文字 后面加一个1234就好了 当然这有个缺点 就是以后如果你写的程式复杂一点的话 你以后会看不懂自己这个变数叫什么名称 所以如果程式复杂度会比较高一点的话 可能将来还是要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变数 不然的话自己都看不懂 另外的话你可能还有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teamwork 可能你写的程式不是只有你自己写就OK的话 那你要把那个名称命名的比较容易让你要了解 其实像以前我们teamwork的话会有一个 就是一个手册 那手册的话就是名称命名的规则 每个人写程式之前一定要先看一下 你千万变数的命名 你就要照着上面的命名规则 你不能说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在那边命名 那一定会被leader给骂 OK 因为以后程式如果要交接谁会接得起来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其实有个地方特别注意 那个顺序如果我现在像我这边后面有注解 顺序不对会造成异常 这个异常的话到底为什么异常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去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先把N3放在N2 然后再把N2放在N1的话 那结果呢会不会出错呢 刚刚这样 程式只是上下颠倒而已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边的输入10的话Enter 有没有错 这边对了 然后后面这个对 但后面这个呢 就错了 多1耶 有没有 这两个相较应该6 这边怎么多2 OK 应该可以看得出差异吧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先把N3给放到N2了 那这个时候N2里面的值 就不是原来那个N2的值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换的下一个值了 你再把N2丢到这里面来的话 那就会错了 为什么错 你会发现前面这几个不会有错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话呢 这边都比较单纯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这边会出 这边会出错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先把什么 先把那个 什么 4的值 先丢到 把它盖过了 OK 变成说呢 它已经变成4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把4呢 再放到这边来 那就变成2个4 所以2个4加起来就变成8了 OK 意思就是说呢 它这个变数里面的值已经被改了 本来应该是2了 对不对 你把它变成4 4再把它丢过来 那变就是数字就变成不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这里面的顺序 恐怕不能够颠倒 一定要先把N2丢过去 再把N3盖过N2 这个部分才不会出错 OK 这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其他请各位还是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易的写法 反正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用堆叠的方式 其他应该还有别的写法 那最后的话呢 题目是希望怎么样 帮我们把它写成所谓的function 这边有个写的方 这个function的话 一样叫compute的函式 那其实另外的话呢 把什么 把number丢过来 那其实写法都一样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第一步如果第五类的话 一请你先把程式写好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在什么 第一行的地方 其实如果固定规则 或按两个enter 请你在第一行的地方打DF 然后后面的话 一样是compute 所以它都用compute 然后传一个参数 叫做number 你名称不要变好了 反正这样子比较方便 就是底下程式也不用改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把除了主程式部分 除了什么input跟opput 把它中间的程式把它移到哪里 移到DF里面 移动把它拖拉 然后按个tap键 再来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结果return回来 所以return 这边打一个return 常常都忘记return return什么东西呢 return最后的那个我们的结果 什么结果 就s 把sreturn回来 因为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的话 那我们最后的话呢 就不是prints 而是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边compute这个number 这个把它Ctrl-C 直接就贴到这边来 意思就是把它输入10 10就丢过来 跑10次之后的话呢 最后把这个s的字串 就帮我传到这边print出去 OK 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改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改的逻辑也都相似 大致上雷同 那最后的话呢 就try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它输10 Enter 结果ok 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20 20 Enter OK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那大概第五类就基本上讲了 所以 之前我们那个上课的东西论坛里面其实也都有放了 那所以回去的话我是建议可以假设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再把它做个复习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因为最后下礼拜最后一周了所以我前面的同学问过说那个云端上面的资料 当然理论上我不会说课程结束就让它消失 但是你要自己备份一下 因为放多久我也不敢肯定 可能一段时间吧 至少三个月之内应该是不太会变动 但是三个月之后了 我也不确定 也不确定因为有时候会整理我的资料 所以有时候我那个资料也许换的地方放或怎么样 就可能请各位自行再做一些备份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课程主要是重点应该是在这个证照考试的题目部分 那之前的规划是一到五类 总共其实是五十题啦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题型这个数量太多 每一类总共其实有十题啦 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挑双数题 那当然基本上目前考试的话 好像也是以双数题为主 所以你们将来如果去考试 当然先准备双数 那单数的话呢 心有余力 也或许也可以做做看 当然如果你将来希望你能够把Python这个专业 变成是你这个履历上面的一个可以拿出来的一个亮点的话 我是建议啦 可以那一 或许可以 拿个证照也是一个方向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练熟 你就把那总共五十题 全部练熟 我觉得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看一到五类算简单 我是觉得比较难的应该是后面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后面那个六到九类 也都练熟的话 那我想第一个你应该会很有信心的 因为至少你都把这练熟 第二个的话可以拿到证照的话 那信心就更像是一层楼了 OK 那当然是一个方向 因为学习 我建议最好是 既然你已经学了 你要学一半 学一半等于感觉其实跟没学差不多 那再来的话 可能要想想 如何应用这个工具 用在你工作上面 OK 好 试一下这部分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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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